来源素挤人世间 前两天和几个干项目的高管一起吃饭 好几个都说工资降了 其中一哥们去到新公司上班才一年左右时间 最近听他说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只能熬着 另外朋友还说他老家同学事业变人员最近也熬不下去 已经宣布要裸辞了 这可是铁饭碗啊 照理来说可是无数人羡慕的对象 说裸辞着实令人震惊 但说明原因以后其实很多人都有共鸣 异地上班每月收入只够维持房租车贷 然后还有各种生活开销 根本不够花 更别说存钱买房结婚生娃 而且大环境不佳 公司效益下滑 身边延迟发放薪资的现象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比如网友们的评论 对于打工人来说 每月的盼头无非就是那点薪水了 工资到手工作才会有动力 一旦薪资延迟发放了 心里难免会哀声叹气 每天睁眼闭眼都得花钱 但口袋又没啥余粮 怎能不让人焦虑 焦虑归焦虑 焦虑也带来不了财富 怎么办 改变不了大环境 咱可以改变自己 未雨绸缪 做好规划 才是王道 零妖别随便辞职 有能力再选择 各行各业都在艰难前行 其实大部分普通人是很难短时间内突破自己 找到一个财富暴涨的机会 然而有些人就偏偏不壮 难强心不死 非觉得自己离职再就业 就一定能找到比当前收入更高的工作 实际上呢 绝大多数过来人的经历告诉你们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份工作的话 只要老板没有裁员 每个月还给你发工资 你就干着吧 工作中受点委屈 偶尔被领导骂几句 就受着吧 真没必要为了置气 随意冲动离职 因为一旦失业 结果可能是数月找不到工作 而过去你看不起的工作 现在好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优秀 离职不用担心再就业 那么悉听尊便 否则就要接受现实 很多人高不成低不就 这就导致失业后 长期找不到工作 所以 我们的建议是 把自己的能力培养到足够强大 再考虑辞职 勇敢奔向你心中的自由 也为时不晚 严二投资自己是硬道理 有人曾说过 你永远赚不到 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 除非靠着运气 但是运气赚到的钱 最后往往又会靠着实力亏掉 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而造成的 认知是什么 一堆人为一块金子 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有人拿起一块钻石走了 抢金子的那帮人 并非没有能力抢钻石 而是自始至终 根本就没人告诉他们 有比金子更值钱的东西 这就是认知能力高低的区别 如果你认知强 你就比别人提前看到事情本质 提前看穿你所在行业中后期的发展 甚至终局 会更清楚自己商业模式的问题 优劣是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操盘 他大概率会在哪个赛道 甚至哪家公司出现 你还会更清楚钱在哪里 但是认知不是用两个说完就提高得了的 他需要你不断投资自己 一方面要学会独立思考 另一方面还要大量读书 广泛阅读 通过读书去获得新知 通过读书去自我检讨 达到自我校正 自我进步的目的 另外还要向前人 向先进学习 让高手为我们指路 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高人 又该怎么向他们学习呢 一些人的做法是通过网络视频学习 比如一些演讲人告诉你 怎么成功 这事就有点像向理财经理请教 怎么投资致富 试问 理财经理如果都知道 怎么样才能投资致富 他还需要早九晚五 加班加点 拿着几千块的薪水 干这份工作吗 所以认知到这一点你该明白 普通人要实现向前人学习 读书是个成本最低 且提高认知的特效药 零三开源 不忘节流 关于开源 边血边输出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可以实现富业赚钱 可以慢慢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也实实在在充实自己的钱袋子 另外 开源的同时 也要懂得节流 而省钱 并不是抠门 小气 也不是不花钱 而恰恰是一种 追求性价比的生活态度 比尔 盖茨说过一句话 人生经验要一点一滴积累 而金钱也需要一分一力积攒 所以 一个人最明智的活法 就是 不管有钱没钱 都要学会省钱 如果你对此话 依旧是不屑一顾 除非你家里有矿 否则大手大脚中 会让你后悔半生 结语 电影《非值人生》里 有一句台词 成年人的崩溃 是从缺钱开始的 缺一次钱 就足以让人坚不可摧的世界观崩塌一次 足以让人打醉一切 重新看世界 如果说 生活是一场修行 缺一次钱 也许你就不得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如果说 时间识人 缺一次钱 也许你用不着花时间久处 就能提前看透许多人心 所以 别在该努力的时候 选择安逸 别在该忙碌充实自己的时候 选择闲着 别在该突破自己的时候 选择退而求其次 最后愿你赚钱的速度 永远比缺钱的速度快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